Hello大家好,我是乔儿姑娘,就是 仙女本人 今天这条视频呢是一个新的栏目 我之前做了很多开箱和评测类的视频嘛 然后我决定把这两个放到一起变成新栏目 仙女开评 作为这个栏目的第一条视频 我准备开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东西 是什么呢,是在十月份 我就在摩点APP上面众筹 买了这个故宫的 迷宫如意琳琅图笛 这个快递包中的很明显 来自于故宫出版社 好吧,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拆开快递,首先这里面有一个盒子 上面写的是迷宫如意琳琅图笛 这里面应该就是这个书的本体了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包裹 这个应该是他们送的礼品 首先这是一卷胶带 上面印着迷宫两个字 胶带上面的图案呢是一些珍宝 第二张礼物呢是一个明信片 这一面呢是故宫非常有名的这个猫的形象 这个猫底下拿着一本如意琳琅图笛 背面这块印了一个迷宫 这边就是明信片的一个印刷 第三个呢是一个小的袋子 这个袋子里面是什么我还不知道 哦,是一个胸针 现在呢就是我们这次开箱的重头戏 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个盒子里面的这本书 到底长什么样子 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哦 哇 它是一个黑色的信封 上面印了烫金的图案 这块有迷宫两个字 除此之外 盒子里面还有三张卡片 这一张是玩法说明 这一张呢是众筹专属任务 还有一张 我目测应该是一张海报 上面是一只猫 底下拿着一本书 在这个海报的右下角 这会儿还有一个猫的爪印 打开这个盒子的底下 里面还有东西 底下这些东西应该是解明会用到的一些辅助材料 这个呢是一张地图 还有一张实地探索注意事项 可以到故宫里面去实地探索吗 然后还有一张水墨画 背后呢有一些书法的汉字 还有一个折验 应该是所需要解开的谜题 看完这些内容呢 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个黑信封打开了 非常有仪式感的撕开 这个袋子里面呢有一只毛笔 有一本班若波罗蜜多心经 打开以后里面是这种白色的字体 我觉得这个肯定内藏隐清 这张纸上呢有好几幅书法作品 这个就比较酷了 它应该是印了故宫整体建筑的一个地图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信封 这个信封里面有一枚铜钦上面写着乾隆通宝 应该是乾隆年间流通的 然后里面剩下的就是一些解谜用到的一些小道具 最后呢就是我们这本书了 它的这个装针设计呢就是我们古代那种书的装针方式 仔细看的话这个书的书皮上面会有一些金光闪闪 现在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书 除了文字呢中间还加着一些图画 翻着看呢目前我是搞不太懂 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又需要破解什么样的谜题 这块还有一个腰排内务府颁发 我翻到后面我闻到一种像是弹香的一种香味 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我这一次开箱开出来的全部东西了 现在呢已经给大家看完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全部东西了 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它首先印刷还原的非常的真实 就是包括在纸张上面的选择都会选择那些偏黄 然后有一种老旧洋画的那种感觉 在书籍装真上面呢也是力求于还原那种年代感 这样呢让在玩这个解谜游戏的人有一种代入感 这个是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同时开完箱我现在也发现 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难 我现在并不能知道到底需要我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我看它这本书里面很多也都是文言文古文 所以我现在就很担心我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题 其实呢这一次故宫解谜的这个书 也是和奥秘之家就是一起来合作的 我之前给大家安利过的那个地铁逃脱的那个游戏 其实也是奥秘之家出的 他们就是比较擅长欲出这种 那你根据种种的线索然后来解谜的这种互动游戏吧 然后关于这个解谜的游戏呢 如果我后面解出来了 然后体验完了 我呢再单独的在其他的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 那么这期仙女开屏到这就结束了 预祝我们第一期取得圆满的成功 想开各个好朋友去的视频呢可以关注我 乔尔姑娘是仙女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咯 拜拜 大家不要忘记转发评论点赞 投币弹幕 如果可以关注我一下下呢就更好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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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